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エルサです 大家好,我是エルサ 上次的自动词他动词的影片之后呢 有蛮多朋友留言,希望能够讲解一下 动词的各种变形 确实对于每个学习日语的同学来说呢 动词的变形呢,都显得尤为复杂 比如呢,就有 ます形,耐形,贴形,他形,使忆形,瘦身形,意象形,等等 那么从这个影片开始呢 我会制作一个系列 为大家讲解所有的动词变形 那么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各种动词的变形呢 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了解动词的活用种类 动词的活用种类呢,分为三种 一类动词,二类动词和三类动词 那么细分呢,又有五种 五段活用动词 上一段活用动词 下一段活用动词 他行变革活用动词和三行变革活用动词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所有动词变形呢 都分为一类,二类,三类动词来进行变形 所以今天这个影片呢,算是动词变形的先导篇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动词的三种活用种类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类动词,也就是五段活用动词 那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呢,可能会有一些陌生 那什么是五段活用动词呢? 五段活用动词指的就是 动词变形贯穿五十音图的 这五段的动词 注意,动词变形贯穿五十音图 这五段的动词 那我们来举例看一下 我们以动词書ku 写这个动词来举例 大家看到了吗? 它的动词变形呢,贯穿了 ai u e o 这五段 所以呢,叫做五段活用动词 那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いく,去这个动词 它的耐心 行かない ます形 行きます 输出形 行く 假定形 行けば 意向形 行こう 看到没? 它的动词变形呢 也是贯穿于 ai u e o 这五段 所以呢,它也是五段活用动词 那同样的五段活用动词呢 还有 有 说 買 飲 喝 聞 听 等等 那大家不必特别去背 什么是五段活用动词 只要了解 五段活用动词是怎么来的呢? 是因为它的动词变形呢 贯穿于五十音图 ai u e o 这五段 它是这么来的 再来呢,我们讲解二类动词 首先呢,是上一段活用动词 上一段活用动词呢 指的就是 动词变形 只停留在一段的动词 我们来举例看一下 我们以 見る 看这个动词来举例 它的 内心 見ない ます心 見ます 辞书心 見る 假定心 見れば 印象心 見よ 发现没 它的动词变形呢 只停留在 ai u e o的 一段 那为什么叫做 上一段活用动词呢? ai u e o 这五段呢 五段是中间段 那五段的上一段呢 是一段 所以呢,叫做 上一段活用动词 我们再来举一个例子 おきる 起床这个单词 ない心 おきない ます心 おきます 辞书心 おきる 假定心 おきれば 印象心 おきよ 发现没 它的动词变形呢 只停留在 一段 那同样的上一段动词呢 还有像 きる 穿 にる 煮 閉じる 关闭 借りる 像谁谁借东西 等等 那我们只要了解 上一段动词呢 就是指 动词变形呢 只停留在 一段的动词 好,再来呢 是二类动词当中的 下一段动词 那么下一段动词呢 指的就是 动词变形 只停留在 A段的动词 我们来举例看一下 比如 寝る 睡觉这个动词 它的耐心 寝ない 松形 寝ます 四处形 寝る 假定形 寝れば 印象形 寝よう 看到没 它的动词变形呢 只停留在 A段 那么为什么叫做 下一段 活用动词呢 相信大家已经猜出来了 这五段呢 五段是中心段 A段 在它的下一段 所以呢 叫做 下一段 用动词 我们再举个例子看一下 食べる 吃这个动词 耐心 食べない 松形 食べます 四处形 食べる 假定形 食べれば 印象形 食べよう 看到没 它的动词变形呢 只停留在 A段 那类似的下一段动词呢 还有像 教える 告诉 始める 开始 迎える 迎接 受 接受 等等 那从左边的这张表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上一段活用动词 和下一段活用动词 它们的变形规则呢 是一样的 比如像 变耐心 見ない 寝ない 变末心 見ます 寝ます 它们的变形规则呢 是一样的 所以呢 它们统称为 二类动词 接下来呢 是三类动词 首先呢 是 卡行变革活用动词 简称 卡变动词 那卡变动词 就简单了 因为呢 只有一个 就是 这个单词 大家发现了吗 这个单词呢 它的变形呢 既不属于五段 也不属于上一段 也不属于下一段 所以呢 它比较特殊 就单独列出来 而且呢 它的变形呢 停留在 卡行 所以呢 叫做 卡行变革活用动词 那最后呢 就是三类动词当中的 三行变革活用动词了 简称 撒变动词 那撒变动词呢 也是只有一个单词 就是 する这个动词 我们来看一下 する 内心 しない ます心 します 出书心 する 假定心 すれば 意向心 使用 所以呢 它的变形呢 也不属于五段 也不属于上一段 也不属于下一段 那它也是比较特殊的 而且呢 它的变形呢 停留在 三行 所以呢 叫做 三行变革活用动词 简称 撒变动词 那这里有一点 大家要记住的是 する 它前面呢 会跟一些名词 组成 复合动词 比如像 那组成的这种 复合动词呢 也属于 三变动词的行列 OK 那动词的活用种类呢 就介绍完了 我们来总结一下 动词活用种类呢 可以细分为五类 五段活用动词 上一段活用动词 下一段活用动词 它变动词 和仨变动词 那么我们再讲解 接下来的动词变形呢 会以 一类动词 二类动词 三类动词 这三类呢 进行讲解 所以今天的影片呢 算是一个仙道片 先带大家了解一下 动词的活用种类 那从下个影片开始呢 我们会正式开始 讲解动词的 各类变形 也欢迎大家 到时候观看 OK 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对今天的内容 有什么疑问呢 也欢迎在下方留言 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咯 また次回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拜拜 拜拜 拜拜